现在应该没有人家里不用洗洁精了吧 王爷严选新出来的这个洗洁精 不仅洗盘子洗碗 去油去污的效果更好 而且呢 它还是植物提取的 A类的哈 可以直接接触食物 都知道这个西兰花是最不好清洗的 今天我们来做个试验哈 这边呢 是加了一点洗洁精的 这边是清水 然后呢 我们把方经试一试来 5 4 3 2 1 来看看这个效果呢 真的比手洗的强太多了 而且呢 它还有这个作用哈 因为呢 它是浓缩型的嘛 所以呢 在洗碗之前 几个两滴就够了 然后再放一盆水 给它泡一下 我感觉用这个味道的洗洁精啊 一定会让你老公爱上洗碗 来看看呢 是不是还挺干净的呀 自从我家买了这个食品保鲜袋之后啊 从此垃圾袋就不香了 用它呢 装这种蔬菜啊 水果呀 然后包括你要出门的话 装那种零食哈 它就比我们之前那个平口的 要更好打结一些 这么一记呢 特别方便 天气暖和的时候 出门浇油啥的哈 也是能用得上的 它是这种加货的材质呢 真的老结实了 这一卷就有500只 更用一年了 而且呢 它还是分大中小号的 它的材质呢 就跟我们的保鲜膜材质是一样的 都是食品级的PE材质 平时你要放冰箱冷藏冷冻 或者放微波炉加热都行 还不穿味儿 汤圆不一定只有在过年和元宵节的时候才能吃 平时呢 我家还一直备着 特别是这个大黄米汤圆 因为它本身就是粗粮嘛 所以吃起来呢 既有营养还容易消化 这个是秋小鲜的品牌 我最近两年呢 只买它家的 然后它一共是两种口味 黑芝麻和花生味的 煮汤圆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不要用开水哈 等到水呢 煮到这种微微冒泡的时候 就可以下锅了 水开之后 汤圆飘起来就好了 你看呢 像蛋黄一样的大汤圆 这个是黑芝麻馅的 这个是花生馅的 嗯